重庆市人大和政协两会将在这个星期召开 据大陆网友在微博传出 最近可以关注重庆两会前后任免官员的名单 其中有涉及信贿赂被偷拍视频的官员 当局为了降低对中共整体的损害程度 除了公开处理了原重庆北备区委书记雷正复之外 其他官员将被悄悄地结束视图 而涉案的建筑商已被批捕立案 民间的反腐人士呼吁中共的新领导人公开处理这些官员 尽管引诱偷拍桌间是个很老套的仙人跳 却有多名重庆官员落到这个陷阱中去 23号大陆媒体一名调查记者公开长篇报道 指称有关色诱雷正复等要员的重庆商人已被拘 最初曝光雷正复和这些官员性丑闻视频的 民间反腐人士朱瑞峰透露 雷正复等人性乱视频曝光后 重庆警方将所有涉案建筑商刑拘 但由于其中一人聘请了北京的律师 警方为防止消息外传销毁了所有最初的笔录 以保护这些官员 一开始他们是真心的来立案 把所有的建筑商像肖叶这些人全部抓起来了 以及他收下的小马仔全部抓起来了 他们就供认了他们的一些敲诈过程 敲发政府官员 可能得到了某高层的默许 他们又紧急把原来所决的这些询问笔录啊 公安券全部进行了销毁 他们说放到碎子基地进行了粉碎 以前的那另五位官员全部去掉 他们就是为了保护他 针对于雷政府在这开房的事情 就把这个事情就录进笔录了 朱瑞峰表示 目前重庆检察院已经对这些涉案建筑商批捕立案 准备移交法院研判 这给他进一步的核实调查造成困难 不过朱瑞峰说 他现在静观重庆方面如何处理这些官员 然后考虑下一步是否公布手上其他的视频 朱瑞峰对新唐人表示 希望中共领导人公开处理这些腐败官员 不要偷偷摸摸的把他们免职了 他说中共的官员把法律看成一张白纸 当他们需要的时候 就拿出法律对人民进行打压 甚至拿出与宪法相抵触的劳教制度 对上访群众进行抓捕 把他们关进黑监狱 甚至关进精神病院 朱瑞峰表示 他是依据宪法对官员进行监督 他说自由的美国也要保护新闻自由 所以他发表雷政府的视频 并不违反国家的法律 朱瑞峰认为 中国可以学习台湾的民主制度 虽然我们出现了一些经济的繁荣 这就是一个假象 我们的经济繁荣 是把我们祖宗积下来的一些矿山挖空 我们的山河全部污染掉 我们的喝的水 我们现在在北京叫北京渴 我们都在咳嗽 牺牲了环境的代价 挖掉了我们祖宗的财产 然后得到了一些繁荣 这些繁荣都是假的 都是假象 说说我们不进行民主和自由 不进行法治 我们的国家是一点西方都没有 不过为什么中国的建筑商 会干出这种事情 因为在中国的社会 是没有公平公正可言的 很多时候你要想拿到项目 拿到工程 你就得向官员行贿 当然的话 你在行贿的同时 实际上你本身也是在犯罪 所以说为了跟官员 很好的捆绑在一起 就偷拍他们的信任录像 这是能够保证建筑商 长久利益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大陆自由撰稿人刘一鸣还表示 中共腐败的体制 再不启动政治改革 只能土崩瓦解 自食其果